今天也很高興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仍然沒有新增的病例 那累計我們有419人解除隔離 那近來大家都蠻關心 那個有關於這個我們的口罩的政策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就 大概6月1號起我們就固定徵用800萬片 那其他的就要開放 超過徵用量800萬片以上的額外的產能 這時候我們就來開放這些口罩來內外銷 讓我們的口罩國家隊去打世界盃 開放了以後6月1號在市面上一般的通路 就可以買得到口罩 價格也會回歸市場機制 但是我們暫時還是維持使命制的購買 讓有需求的民眾 一樣可以買到14天9片1片5塊錢的口罩 等於是4個潛伏器之後 那我們大概大部分事情都解禁了 那6月7號之後我們大概就回歸 一個禮拜一次 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定期跟大家做報告